大家好,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JS全站开发的实战的课堂 那么我是这门课的讲师王世军 那么首先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个人特别喜欢编程,也喜欢折腾各种工具和框架 那么在前端这方面呢,具有五年以上的开发经验 然后后端方面有四年以上的 那么微信无疑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交平台 那么本门课程会以微信公众号开发 作为主线,以自动问答系统作为实验场 然后跟大家详细的讲解微信公众号开发数据的基本流转过程 微信公众号开发里面的一些关键的API 以及它的调用方法 所以需要使用到的基础包括 Node.js, CSS, HTML, Express, Linux,等等 那么使用到的工具呢,包括微信的调试工具 然后谷歌开发者工具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工作呢,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实际的业务中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开发来让你的应用能够接触海上的用户 同时你的这个开发技能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好,那么今天是本门课程的第一节课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会设计到的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是明确一下课程的基本要求 即是哪些同学适合学习本门课程 那么如果你要学习本门课程的话 有些入门的要求是你可以临时去学习一下 那么就可以 那么第二点是跟大家确定一下课程的目标 即需要培养一些哪方面的哪几方面的技能 那么第三点是对本门课程的内容做一下简单介绍 明确一下章节的安排 那么最后一点是做一下开发环境的说明 就是大家完整的完成本门课程的学习 需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 或者熟悉一些什么样的开发工具 好,首先哪些同学适合学习本门课程呢 第一点是要有编程基础 那么这个不用再说了 那么我所有的课程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第二点是前端基础 那么因为微信公众号开发里面 涉及到内签网页的开发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些简单的H5页面 那么这里面用到的技术就包括 HTML、CSS和JavaScript 那么如果你仅仅是非常简单的H5内签 那么用HTML和CSS可以 那么如果你要调这个微信的分享API的话 那么JS是必须的 第三点是希望学习本门课程的同学 要了解简单的服务器段编程 那么如果你有Node.js的实际开发经验 那么是更好的 那么为什么需要服务器段编程呢 因为微信公众号开发里面 会涉及到使用就是你的这个服务器 去响应这个微信发给你的这个 就是用户发给微信的就发给你的消息 就是接收并响应 那么第四点是了解简单的命令行 那么如果你有实际的使用经验 那么是更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要提到命令行呢 因为我们需要去就是在课程的进行过程中 我们会去阿里云上申请一台服务器 然后呢在这台服务器上 它的系统就是Linux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服务器上搭建 一个我们的这个微信调用的一个服务 简单的服务 所以需要用到简单的命令行 那么观看过我其他课程的同学都知道 我其他的课程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在命令行里面 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那么第五点是了解Linux的简单操作 那么这个也是基于第三点衍生出来的要求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希望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自己的应用 那么这个当然是业务上的期望了 就是说有这种需求的同学 那么你学习本本课程是更好的 好 那么第二大 第二大块的内容 确定课程的目标 那么这门课程希望给大家 希望交给大家的技能 包括哪些方面呢 第一点是理解微信公众平台开发的基础条件和数据流转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包括 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申请的过程 然后以及调用它的API需要经历的几个简单的步骤 其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那么第二点是掌握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调试工具的使用技巧 那么这里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的开发调试工具 其实提供了好几个一 那么这里面会一一的做介绍 那么方便大家在真正的微信公众号认证之前 就可以开始这个基于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做开发 那么第三点是掌握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消息 用户菜单管理等接口的功能和调用方法 那么第四点是掌握JS进行微信公众平台内嵌网页 微信公众号内嵌网页开发的流程和基本技巧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技能 那么第五点呢 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需要使用掌握使用这个JS进行微信公众平台 服务端开发的一些基本思路和技巧 那么明确了课程目标之后 接下来会跟大家做一下这个章节的安排的介绍 那么在版本课程里面呢 课程里面呢 做一下课程的介绍 以及开发环境的基本要求 然后接下来会 跟大家介绍一下 微信公众号开发的入门 这里面包括公众号的类型 以公众号的 就是你这个数据调用的它的基本流程 就是数据流转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会用 两节课介绍微信公众号开发的准备工作 这里面包括账号的注册申请 以及云主机服务器的申请 那么再接下来会 用简单的例子 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微信公众号开发里面的 微信官方提供的几种调试工具 他们的主要包括测试账号 然后在线接口调试工具 以及外部开发者工具 它的安装和使用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会用三节课的时间来 跟人家用实例来跟人家讲解 就是怎么来调用这个 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消息管理接口 用户管理接口和菜单管理接口 那么接下来会用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微信公众号内签网页的开发 这里面会涉及到如何调用它的GS SDK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接下来呢 也就是这门课程的重头戏了 那么我们会做一个 就是基于微信做一个问答系统 然后让用户可以通过 就是通过你这个系统来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然后你通过搜索引擎 给他一些简单的答案 好 那么这里面包括这个服务端 就是搭建简单的webserver 就是用脚手架搭建简单的webserver 然后怎么同步用户 怎么同步菜单 那么如何开发实际的问答功能 那么如何查看它的问答历史 以及给它开发一个随机问答的页面 那么在最后呢 在这个实战之后呢 就相当于我们就用基于微信公众号 做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应用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做对课程做小节的同时 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微信开放平台的一些内容 那么微信公众号开发 实际上只涉及了微信开放平台里面的一小块内容 那么其他的内容 大家该怎么去看待 或者说在自己业务需要的时候 怎么去写起 会来做一些介绍 那么 第一节课的最后一款内容 就是介绍一下我们会用到的开发环境 那么这里面1.5 我们肯定会用到Node和NPM 因为我们的这个跟微信的公众号交互的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端是用这个Node.js开发并启动 然后这里面会用到这个对应的NPM的工具 它是一个Node的包管理器 那么接下来会用到谷歌浏览器的调试工具 那么接下来呢 是三种微信的调试工具 包括它的接口调试工具 测试账号以及外部调试工具 那么接下来是Linux命令行 那么这个命令行呢 其实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命令行不一样 比如说在Mac下面你可能用的是iTerm 那么在Ubuntu下面 比如说你用的是Terminal 那么Bush呢 如果你是一个通用的Linux发行版本 你可以用Bash 那么Windows下面呢 你可以用这个Puty和Security 那么这些东西 等一下会给大家打开对应的网页 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些点我们 这个编辑器呢 可能会用到Vim Sublim Text或者Atom等等 那么这个其实是大家的自由 就是说能够编写代码就可以了 好那么关于这个 开发环境呢 比如说是如果你要安装Node 那么你打开这个Node.js.org 那么下载这个最新的6.2.0 然后在系统里面安装 然后配置好环境变量就可以了 那么安装好Node之后 你的系统就自带了这个NPM 就是这是Node自带的 这个就是Node的一个包管理器 那么关于这个 文本编辑器呢 Sublim Text 这是可选的 然后Atom 这是一个基于Electron 开发的一个调试工具 那么接下来呢 Puty 那么Puty呢 是一个SSH Client 在咱们申请了这个 在阿里面上申请了这个微信 就是跟微信公众号交互的 那个服务端之后呢 需要使用这个 使用SSH 登录到这个远程的服务器 然后在上面部署服务 那么Secure CRT 是跟Puty 类似的一个软件 那么它能提供类似的功能 那么这个Atom呢 它是一个 就跟Sublim Text 很类似 就是一个文明编器 你可以在上面写前段的代码 好 关于这个开发环境的介绍 就到这里 那么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课程呢 我们就开始正式内容的讲解 好 这几课就到这里 那下几课